在游泳女子四成200米自由式接力决赛中 原本排名第二的美国在最后一棒超越了澳洲未免夺金 而在女单乒乓决赛方面 中国两名代表即伦敦奥运会再次会失决赛 结果丁宁以4比3击败了李小霞夺冠 19岁女版菲尔普斯·莱德基11号再度拿出制霸表现 四成200米自由式接力单纲最后一棒 扭转落后0.89秒的劣势 帮助美国重新取得领先 最后以7分43秒03夺金 澳洲夺赢加拿大位居第三 美国自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以来 女子四成200米自由式接力 只在2008年北京奥运失手夺下铜牌 其余全获得金牌 在女子乒乓决赛连续两届进入奥运乒乓女单决赛的 都是来自中国的丁宁和李小霞 时隔四年两人再次会失决赛 结果在打足七局之后 丁宁以4比3立作同胞李小霞摘下金牌 为了避免中国乒乓包揽前三的情况屡次出现 国际拼联从2012年伦敦奥运会起就改变规则 每个国家最多只能派出两位球员参加担打 在女子花剑个人赛冠军争夺战 俄罗斯选手德士格拉佐娃经过三局较量 以总比分12比11 险胜意大利老将威美冠军迪弗朗西斯夺得冠军 而同牌得主则是突尼斯选手伯巴科里 在举重男子77公斤决赛 哈夏克斯坦选手纳西莫夫 依靠最后一把214公斤的停举成绩获得了金牌 并创造了新的世界记录 中国选手李小军遗憾摘银未免失利 NDP7综合报道